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鱼便会拆散你和你的爱人 日夜折磨着你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救 那就是献出你最宝贵的东西 正片开始 深夜一个男人站在湖边 口中念叨着带我走吧 身后一个女人慢慢的靠近 男人回头睁开心红的眼 笑着跳进了湖里 女人崩溃呼喊 男人在湖中挣扎着爬上岸 女人紧紧的抱着男人 可男人的目光却望向平静的湖面 说着 他来了 随后女人背一股力量拽进了湖底 然后被怪物抓走了 二十年后 男人将湖边的房子转赠给了他快要结婚的儿子 也就是男主罗曼 一名游泳运动员 此刻他正在游泳馆教女友玛丽学习游泳 朋友要为罗曼举行派对 于是二人前往湖边小屋准备 女友则和罗曼的姐姐在一起 姐姐对于父亲将湖边小屋赠予二人的事情感到很意外 因为他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见过父亲了 另一边 罗曼已经与朋友来到了湖边小屋 并提到了母亲就在这湖边淹死的事情 屋里很暗 罗曼到地下室打开灯 听到有奇怪的声音传出 发现地下室里充满了污水 派对上来了很多身材热辣的美女 害羞的罗曼躲了出去 脱了衣服 吓唬游泳 可湖中好似有东西靠近 她上了岸 发现岸边正站着一个浑身湿透的女人梳着头 罗曼像着了魔似的靠了过去 女人露出满口的乌黑的尖牙 问道 你爱我吗 随后罗曼失踪了 第二天朋友找到她时 在她身边发现了一把木树 罗曼回到家 女友也发现了木树 罗曼比赛在即却神情恍惚 她来到浴室洗澡 突然听到浴室外面有声音传来 更衣室的柜子无缝自摆 连灯也忽明忽暗 一个声音悠悠的传来 你爱我吗 罗曼转头 身后空无一人 她被鬼缠住了 自此 罗曼彻底病了 罗曼在昏睡中呢喃着 我不爱你 女友误会 与男友的姐姐视频时拿出了梳子 并说罗曼可能出轨了 姐姐随后在父母二十年前的照片中 也发现了那把梳子 很快 罗曼比赛了 当她跳进泳池时 水中突然出现了好多的藤蔓 她竟然回到了湖中 罗曼挣扎着上岸晕了过去 再睁开眼 她正躺在那个女人的腿上 女人抚摸着罗曼的头 突然 女人如野兽一般扑了过来 罗曼在比赛中溺水了 在医院 她向女友和姐姐坦白了此事 她只要睡觉 就会看到那个可怕的女人 智商为零的女友 依旧认为罗曼出轨了 女友生气地跑出病房 罗曼追了出来 她来到一个房间 竟然看到了两个女友 罗曼摔倒在地 房门被上了锁 此时在她身边的白色帘子下 有东西蠕动 罗曼掀开帘子 一女人歪着头朝她爬了过来 众人也推开了房门 却发现屋里什么都没有 众人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于是几个人带着罗曼 离开医院找到了父亲 姐姐问父亲 为什么要将那个房子给罗曼 并质问母亲当年的真正死因 女友将木叔拿给父亲 并告知罗曼病重的消息 父亲讲述 二十年前 她也在湖边碰到过那个女人 女人问她是否爱她 父亲没有回答 为了摆脱女人的折磨 母亲想到了一个办法 但具体是什么办法 父亲并不知情 只知道方法并没有奏效 也正是那个女人 害死了母亲 似乎父亲有什么秘密 不愿意透露 一个人再次回到小屋 找寻真相 姐姐与朋友来到了湖边 打算潜水下去 一探究竟 朋友在水下 发现了一块 名为丽莎女人的墓碑 转过头 一个尸体正死死盯着她 朋友挣扎地将头探出湖面 无数双手想要将朋友拽进湖底 终于朋友爬上岸 看来那个邪恶的女人名叫丽莎 另一边 女友来到院中打水 对面小屋的门忽然打开了 罗曼的母亲的身影一闪而过 女友进入房间 屋内摆了一面镜子和一盆水 女友正欲离开 房间的蜡烛突然燃了起来 回过头 母亲正坐在镜子前喃喃自语 突然 母亲回过头来 恶狠狠地盯着女友 满是尖牙的口中发出怒吼 女友惊慌逃跑回到房间 向罗曼讲述了 见到了她的母亲 就在此时 一股诡异的力量 拖着罗曼来到地下室的入口 还好女友救出了罗曼 关上了房门 返回小屋的朋友将门定死 几个人在谈论中发现 墓书上的丽莎 是一个自杀女人的名字 因为只有自杀 才会被葬在湖边 女友猜测 母亲做了什么仪式 并决定亲自尝试 再次回到后院的小屋 朋友守在屋外 女友则仿照刚才看到的景象 点燃蜡烛 对着镜子 呼喊女人的名字 就在此时 守在屋外的朋友碰到了丽莎 丽莎勾引了好友 与此同时 屋内罗曼红了眼 起程想要砸地下室的门 并祈求丽莎带她走 姐姐上前阻止 被罗曼掐住了脖子 正在仪式中的女友 并没有察觉出异常 她想到 姐姐曾经说过 两面镜子相对 会见到白马王子的话 便将木书放进水盆 举起另一面镜子 说道 拿走属于你的 把我的心爱之人还给我 果然 她在镜中见到了丽莎 一双手猛然将女友的头 按进了水盆之中 女友看到丽莎生前 遭到了未婚妇的背叛 女友在她结婚当天 杀了她 随后跳胡自杀 这边 罗曼终于恢复了神志 她松开手 起身寻找女友 在屋外 见到了已经红了眼的朋友 罗曼劈开大门 屋内烟雾缭绕 一双手握住了罗曼 无数个女友 从屋旗中走了出来 问罗曼是否爱她 罗曼选对了真正的女友 并吻了她 镜子上的屋雪消失了 湖底的墓碑破裂 丽莎拿走了墓书 一切都结束了 显然不会这么简单 几个人决定 驱车离开小屋 此时朋友却不见了 罗曼进入房间寻找 听到地下室有声音传来 朋友正趴在屋水中 消失了 三个人开车逃跑 半路下起大雨 车也坏了 罗曼下车修理 女友隔着玻璃 看到丽莎回来了 车内开始有水灌入 女友快要淹死了 罗曼终于敲碎了玻璃 他也明白了 丽莎真正的目标是自己 丽莎爱上她了 罗曼决定以死赴命 女友想要阻止 却被姐姐砸晕了过去 原来姐姐为了救弟弟 想要将女友献给丽莎 以此换回弟弟的生命 此时父亲赶到 劝说姐姐 除非女友自愿牺牲 否则是没有用的 就在几人交谈之时 姐姐看到父亲的身后 丽莎出现了 父亲祈求丽莎 放过几人带她走 丽莎张开血盆大口 将父亲拖入水中 姐姐想要救父亲出来 可是只拽到了丽莎的一缕头发 女友剪断头发 丽莎痛苦地哀嚎着 姐姐再次扑进水中 也被丽莎拖入水中 女友发现 原来丽莎的头发带有力量 她的弱点也正是头发 可此时 罗曼已经被丽莎折磨得神志不清了 女友为了拯救罗曼 决定将自己献给丽莎 她带着剪刀跳入湖中 与丽莎缠斗在一起 并剪掉了丽莎的一座头发 罗曼也终于清醒过来 女友爬上岸 两人激动地抱在一起 此时 女友问罗曼是否爱她 罗曼一惊 随即明白 眼前的女友只不过是丽莎的幻影 罗曼一边说爱她 一边捡起地上的剪刀 剪掉了丽莎的头发 丽莎哀嚎地掉进湖中 罗曼也跳进湖中 将女友救了上来 两人劫后重生 驱车离开小屋 父亲 姐姐 好友都阵亡了 死得很突然 没有一点的防备 女友看着罗曼一边梳着头发 一边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难道女友还有问题吗 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强行开放结尾 故事结束 最后 罗曼用全家的性命 以及好基友的生命 换来了女友 这就是一部 中规中矩的俄罗斯恐怖片 开头我以为这是一部 怪兽题材的恐怖片 怪兽版美人鱼 是会很有意思的 结果硬是让导演 拍成了四部像 俄罗斯恐怖片 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比内地高不到哪去 影片我看完后 最大的感觉就是 碎 虽有主线 但是主线内容太单薄 根本撑不起一部电影 所以拍摄了大量 无关紧要的 零碎的恐怖镜头拼凑 可这些恐怖镜头 一点都不恐怖 这就有种影片 又抽又长的感觉 清洁简单 拍得非常的拖沓 其实纵观俄罗斯恐怖电影 基本都是这样 产量低 好的鬼片 凤毛麟角 有很多粗脂烂糟的血浆片 本片导演挺厉害 就是这个犀利的小哥 专门拍恐怖片 而且没有一部超过五分的 我之前介绍过一部 俄罗斯的恐怖片 新娘 也是他拍的 连女主都是同一个人 就是这个 要脸有脸 要身材有身材的 96年的小姐姐 她在两部电影中 担任女主 智商一直都是零 感觉上世纪的恐怖片 才会通过 主角智力低下 来表现恐怖感 本片在2018年上映 颠覆了传统人鱼的 美丽传说 准确来说 这就是水鬼 才不是人鱼 看了几部俄罗斯恐怖片 虽然他们是战斗民族 但在鬼怪面前 无论是智力还是实力 都是弱鸡 祝大家五一快乐 我是美男子 我们下期见吧